在地毯医院病房里 记者见到了本次北京市本地第一例确诊患者 备受关注的西城大爷 西城大爷在自查发热症状后 独自骑车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全程佩戴口罩 在流调询问过程中 清晰上报了行程 特别是在对新发地购买海鲜的经历 进行了准确描述 你当时去新发地是买东西吗 买东西 小娘孩子想吃鱼 好 接着就这么张了 那您好好休息 好 将军 加油 西城大爷对行程的准确描述 留掉医生的职业敏感 让北京市委市政府 锁定了新发地市场 为本次疫情源头 做出迅速反应 在地坛医院病房里 记者见到了本次 北京市本地第一例确诊患者 备受关注的西城大爷 西城大爷在自查发热症状后 独自骑车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全程佩戴口罩 在流调询问过程中 清晰上报了行程 特别是在对新发地购买海鲜的经历 进行了准确描述 西城大爷对行程的准确描述 留掉医生的职业敏感 让北京市委市政府 锁定了新发地市场 为本次疫情源头 做出迅速反应